你为什么会遇见蟑螂抱着 无论当时身旁是谁 我都会抱着 这是看到虫子的最自然的反应 最正常的反应 听见了吧 自作多情了吧 既然已经说到这了 说点实实在在 你到底喜不喜欢 别装傻 真的轻轻轻轻轻 都闹到我这了 你还不说实话吗 这个是他闹的 是他闹的呀 你不来了吗 就是我跟他 第一次见面的眼神 还有他给我的 他冲我微笑 当时整个身体都酥了 我觉得不是说 但是 就但是我见到 每一个人我都会笑 然后还哭呢 那个小伙子 你对他笑一下 酥了吗 我只能说 你很漂亮 其他没了 谢谢 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 然后我也挺羡慕的 加油 如果他拒绝了你 你就继续追他 一定会成功的 一会儿 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是假的 你们会重新 好好认识 如果经过了 实际的检验 你们俩并不合适 以后再也不可以 用这种方法 面对未来的 男朋友 或者是女朋友 好 任何一种坏的事物 都有转为好的 但不是百分之八 那是不是能够证明 所有的认识的方式 都可以演变成真正的爱情呢 我相信成功率 可能连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都到了 但是如果你们好了 我们还是很高兴 当然这还得看他答不答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把舞台交给 徐鹏 接下来是徐鹏的 告白时间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从一回来 然后到现在 你一下子就变了 另外一个人 你知道我 租你回家 过年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我 说实话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 让我父母 还有我姥姥 特别的高兴 然后我也特别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北漂 然后 我自己想奋斗 我是北京人 然后我有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 因为房子 然后奋斗 去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说的这个立足 是指的房子 但不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觉得他不会耽误我 跟你之间的交往 而且你不觉得 就是从我们认识 然后到现在 然后到 回到老家 然后 这之间发生的事情 都历历在目 你很多事情 我都记在心里 包括 比如说你做红烧肉 做每一道菜 虽然很好吃 但我都没有说出口 你喜欢的小熊 然后你喜欢看的电影 你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都记得 真的不相信的话 我觉得今天在场 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是一个认真的 我是想跟你 好好在一起 我觉得你可以 给我一次机会 然后让我们 去认识 去了解 去在一起 实际上我的重心 是一直是放在工作上了 这个 这样吧 这样吧 我给你让东西了 好不好 谢谢 我们见面 然后你 你有一次 老常常看 三只小熊的故事 所以我就想 在今天这个时候 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能喜欢 在这里 perfect 蜜蜜蜜 哇